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5月20号 呃 今天我们来批一个网络八字 他的问题是 请问今年的财运如何 事业运等等 我就问他 你是做什么行业 然后做多久 要仔细说明 他说他自己从事呢 餐饮业 然后已经做了一年多 但是生意呢 不见会好 来我们来看看他这个八字 南已有年 几四月 任五日 甲城时 走着归害大运 甲城的流年 好 他这个天干 他的八字是夹 几何 夹几何 剩下一个归水 天干 剩下一个 归水 地支呢 成 有何 两个火 还有一个 海水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呢 他本命的八字的财 就是这两个火呢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为什么他的财运没问题 但是他会说他的财运不见好 因为他还是走着本来的财运 所以你的财运只能讲说平平 不能说好 不能说坏 但是平平 但是明年呢就不一样了 明年以示 以示的话呢 就是火 生土 克水 然后生金 这个时候呢 本来两个火 多了一个四火 两个财 变三个财 你明年的财运就会 比较好 然后后年的 丙五年的时候呢 你的财运呢 就会更好 因为丙五的时候呢 就是 两个五火 一个四火 生成土 克 害水 生成土 生油精 所以本来两个财 在明年的后年会多一个财 所以两财变三财 所以今年呢 先保持 然后有什么计划呢 二五年 二六年 才去大作 但是要记得 财运好的时候 会有一些月份呢 财运会特别差 只要能够避开财运差的流月 那么呢 就能够更加的 让自己的生意做得更好 这个就是在对的时间 做对的事情的重要性 好吧 所以今天这个八字 我们朋友这里 欢迎大家多多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